aging 學習 隨便 才会做完美 還是你要想做外斤影哀儀 今天好像可以當一個比較特別一點的 既然都是U1 那我想簽的跟別人不一樣 那這個地方是派來,你去什麼 萊幹地亞是初選人 那之前呢 譬如說你抽到甘比亞 你對這個國家想像什麼 我是一開始有 當抽到甘比亞 對這個國家是完全陌生的 因為譬如說 其他國家可能像史瓦基蘭 或是說馬尾其實我們在體驗上是常看到的 但是甘比亞卻是少是有少 他們其實在網路上搜尋說 甘比亞的資料是非常 資訊是很少的 所以你的想像是什麼 就是一個荒漠 是一個荒漠 來到這邊也真的是一個荒漠 哎呀 中間還想流水這樣一穿過 還有荒漠 我給你想像真的差一點 因為在台灣對貝州的資訊是很少 不知道貝州是怎麼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是蠻難荒漠的 這樣在台灣 像你這樣來的話 你負責跟電腦持續的關係嗎 主要是電腦跟行政 你負責跟行政 然後你負責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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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現在我們禮拜天早上有一個班來講 這邊我們現在的學生組成是當地各個學校的老師來上等的 那這些老師很特別的是 他們可以說是沒有資源 在他們學校是沒有資源 所以我們團部提供一個這樣的機會讓他們來上課 那因為我們也沒辦法完全提供 比如說交通工具 但是有些人是距離 在這邊大概十公里之外的學校老師走過來 是從走過來的 因為他們沒有所謂的交通工具 甚至說沒有假拉承 也沒有錢 可能沒有什麼錢買的拉承 他們願意早上花這個時間過來 而且可能是 我們還要求說 希望不要遲到 如果超過十分鐘 那可能這一堂課我們沒有辦法送他來上課 這樣子 可能到達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就沒有辦法發給他那個審判 因為我們是有這樣的要求 所以他們可能都要一大早起來 然後一步一步轉過來 看到他的他的資歷 我是覺得非常訝異 因為他這樣的年齡 然後有這樣的資歷 然後願意捨棄他在台灣有沒有工作 然後再過來乾表那邊當志總 就覺得他有蠻大的勇氣 需要蠻大的勇氣 像我們是為了當兵 當兵之外 是因為時間是整個國家的 然後國家他們才是 所以我們可以沒有任何負擔來的 但是他的身分跟我們又不太一樣 他等於是背負在家裡大家的期望 尤其他這個年齡 然後又有他的這樣的工作 原本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你這樣消息一下你就 智能怎麼樣 非常的有活力 對我話講 你實在是 你們今天兩個人有什麼共同點 共同點嗎 兩個人之間有什麼共同點 我覺得我們會來 甘比亞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最大的共同點 好 就算了 來吧 各位